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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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张飞都具有游侠特质 游侠泛指豪爽好交游 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分的人 刘备素有大志 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张飞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两人虽是居卓俊 却无缘相识 只能是相互仰慕 刘备的胸怀大志 被人吹嘘得人尽皆知 而张飞的财大气粗 更是远近闻名 一见面一拍就合 其次刘备张飞都想改变命运 刘备虽是泛侣之习 毕竟是汉室宗亲 虽然落魄 但是落光羽毛的凤凰 依旧是凤凰 张飞虽是卖酒屠珠 毕竟是卫贝言轻 虽然富足 但是飞上枝头的山姬 依然是山姬 在讲究出身门帝的东汉 在富足的商人 比在落魄的士族 有过之无不及 刘备一心想实现自己的大志 而张飞一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 在黄金军兵临城下 刘备张飞一拍即合 一个平民望 一个靠钱财 共同搭伙 改变各自的命运 最后刘备张飞都有共同的利益 如没有黄金起义 刘备张飞还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继续原有的生活 刘备依旧是汉宗亲 在知习卖鞋 张飞仍然是卓俊财主 在卖酒杀猪 如今黄金军进犯卓俊 刘备张飞没了市场 丢了客户 知习卖鞋和卖酒屠珠 都做不下去 只得改行寻求新谋生行业 此时新行业 无非投军一条路 投军有两个选择 即第一选择 投官府的军 去缴黄金贼 第二选择 投黄金的军 去反抗朝廷 刘备 汉室宗亲 不可能去隔自己的命 张飞 捉俊财主 更不会为填饱肚皮 反抗官府 共同利益 共同方向 刘备张飞 就成志同道合的战友 善于经营的张飞 为了切身利益 不得不变卖家产 为刘备招兵买马 去讨伐黄金军 张飞 一个捉俊的商骨巨富 在特殊的时机 特殊的场合 碰到特殊的人 为了特殊的利益 就迸发出千金散尽还付来的豪卖 变卖家产 为刘备招兵买马 一举实现 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价值 一起创建蜀汉 共同延续汉世 以并轻视流明